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右侧点击鼠标 你的设置中一定没有这两项功能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选中任意一个文件 点击工具栏上的共享按钮 你的共享界面和我的一定不一样 还有如果你有Xbox手柄 连接到Windows 11电脑之后 你的虚拟键盘一定不是这样 前面提到的这些功能 都是新版Windows 11刚刚添加的新功能 接下来带大家逐一实现 在正式开始之前 先带大家看一下小妹当前的桌面 桌面右侧有五个桌面小工具 要知道这可是Windows 70代的产物 但是该说不说 这些桌面小工具真的很实用 第一个是一个带秒针的时钟 第二个可以直接查看内存和CPU的使用率 第三个是一个日历 日期和星期一目了然 第四个是一个幻灯片图测 最后是一个拼图小游戏 这个拼图小游戏是可以切换主画面的 接下来看一下当前的系统版本号 Windows 1124H2 如果你想打造这样的桌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需求足够多 小妹会出一期专门的视频来讲解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主题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 按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等待更新完成 更新下载并安装完成后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此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a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点击 感谢观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a2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有Xbox手柄连接到Windows 11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新的虚拟键盘了 因为身边没有Xbox手柄 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再来看下一个新功能 打开开始菜单 进入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右侧点击鼠标 在更改鼠标指针速度的设置下 新增了增强指针精度选项 在滚动部分下 现在可以更改滚动方向 向下滑动或向上滑动 尽管这些不是新设置 但以前只能通过旧版控制面板进行配置 现在它们已集成到设置中 激活该功能 依然是打开激活工具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来看下一个新功能 在桌面文件夹 新建任意一个文件 比如film.txt 点击工具栏上的共享按钮 这里可以直接将文件转发到手机上 前提是已经在Windows 11上绑定了手机 具体教程可以观看推荐视频 新版Windows 11还新增了共享到记事本选项 要激活该功能 打开激活工具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算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算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炎